All about you and Jesus 大家早 我们把圣经打开到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你可以举手要讲义 我们的招待会把讲义发给你 我们来祷告 天父我们为你的话语来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的同在 主我们现在求你能够释放圣灵的光 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释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主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有关于你跟儿子耶稣的荣耀的事情 主求你释放你的灵 在我们的心中来高举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在过去的几个月 神在我们中间一直的强调 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到第十七章的重要性 我们在有四十天是专注在去年的三月寻求神的时候 那么神在这个期间呢 强调有关于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事情 神叫老底家向他来买火链的金子 然后让我们与耶稣基督进入一个团契 在那个时候呢 特别神强调了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 就来到这五章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能够得到说如何脱离这个不冷不热的灵 能够全心全意的来爱神 让我想到这个时候 我想到这个经文 就像神的话就像一个广大的海洋 在诗篇一一九就讲到说 他的律法是这么样的广大 神的话语是很多层次的 是非常深奥的 即使是在来世未来的世代 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学习他的话语 会让我们震惊的 那十篇在祷告说 把诗人祷告 我们将我们的眼睛打开 让我们能够看到神话语的奇妙 能够见到说 能够让我们感动我们的心 能够攫取我们的心 让我们得到认识神的知识 耶稣在约翰福音五章说 说你要寻求神的话语 他是在跟法利赛人说 但是你并没有进一步的来寻求我 因为在神的话语中 已经为我做见证 告诉你们我是谁 所以我们想到 神的话语就像一个浩瀚的海洋 你到了海洋的时候 你看到了这个海洋里面 有不同层次的蓝色 有的是比较亮的蓝色 那么这是水浅的地方 那深蓝的时候就是水比较深的地方 所以当我想到 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蓝色的海洋的地方 因为这个深度是非常的大 我们在这里可以找到 耶稣基督的荣美 这个天父圣灵 他们三者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渴望 还有他们的计划 他们如何来邀请我们这些 已经得到救赎的人 进入他们的这个关系当中 这个就是我们的命定 这就是我们的产业 我们看第一段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的主题 是耶稣与他的门徒在说话 讲到神的爱这个主题 还有神的荣耀这个主题 在这里有非常非常深厚的这个内容 在天父圣子圣灵 他们中间的这个关系 是非常的深刻 那么你可以在这五章中找到神的爱 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样爱神 我们看到神怎么样爱我们 我们也发现神爱我们的爱 是同样的神爱神的爱 我们也看到我们爱神的这个爱 是应该要神爱神的爱 是同样的 然后再来我们又看到 我们对彼此的爱 我们应该要以神爱神的那个爱来按彼此 那么第五项就是我们 从透过了使徒的见证来爱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爱是彰显在一个对神 还有对福音非常仇恨的世界 在这个神爱的这个深度啊 在这个五章当中有很多很多可以所说的 在至终呢 我们的命定应该是永远的被神的这个爱的这个荣耀 所所决取 耶稣说了 他说你要来荣耀我 就是给我荣耀 让我让他们能够看到我在创世之前 与你共享的荣耀 并且他又说我要把这样的荣耀来交给他们 我要把这个荣耀交给神的子民 所以这个救恩是为我们所留存的 真的是像保罗所说是眼睛没有看见过 耳朵没有听到过的 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第一节 他说逾越节以前 耶稣知道自己离世恢复的时候到了 他既然他应该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个是逾越节的时候 耶稣知道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到了 那么他因为他爱他属于他的人 所以他就让他们看到他是怎么样的爱他们 可以说是这个主题了 这个在十三到十七的主题就是 我们来发现他 神的爱到底有多深 神到底有多么的爱我们 耶利米在三十三章一节 神跟他讲说 我所爱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爱 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约翰福音十三到十七章的这个背景呢 是逾越节 因为这个是约翰福音 所以让我们一定要更进一步的来看 为什么他要提到逾越节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来看C点 在C点的第二部分 我们看到 这个福类福音 是强调 逾越节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事情 所以马太 马可 路加他们也讲到逾越节 但是他们讲逾越节是一个先知性的 一个预言性的一个事件 所以这个逾越节呢 在福音书里面都会出现 那么讲到约翰的最后晚餐的时候 就会讲到逾越节 在逾越节的时候呢 人们要来检查这个羊是不是无瑕 然后献上这个羊 那么神的羔羊呢 是无瑕的 他要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约翰福音也是一样 但是呢 就是更深入 约翰福音不但提出来 它是一个先知性的一个事件 并且是一个整本书的 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主题 在约翰福音出现了八次九次 从第二章开始 一直到最后 这个逾越节一直不停的 约翰不停的一直强调逾越节 另外一个有关于约翰福音的 就是约翰是很独特的 约翰福音是个独特的 因为他强调 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 耶稣就是这羔羊 不但是在约翰福音 也在启示录 只有约翰只这样做 他在彼得一书的时候有提到 但是约翰是真正的强调了 耶稣是神的羔羊 因为神的羔羊是能够带去 世上的罪恶的 约翰他是非常强调逾越节 因为这个主题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来多看一下 这个逾越节是什么意思 因为这是跟这个十三章 跟十七章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B段 这个逾越节是 神他超自然的解放了 解救了这个希伯来 希伯来这个奴隶的时候 并且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 那么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杀一只羊 并且把他的血涂在门框上 他们这样做呢 就是他们做一个标志 他们是属于神的 并且呢这是一个保护 使他们免受神的审判 可以免受埃及的审判 在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二到十四节 我们来看十四节 主告诉以色列 他说你们要纪念这日 你们要记住这一天 要守耶和华的节 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因为主要给我们 如果我们真的要了解 真的了解这个逾越节的话 就是要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 保罗说他不只是 他不只是神的羔羊 是逾越节的羔羊 他自己就是逾越节 所以我们要进入神的话语 我们彼此来讨论 一起来成长 明白这个逾越节的重要性 我们看C点 这个逾越节呢 是一个浴室 第一个耶稣 耶稣他是神的这个羔羊 拯救我们的 将我们从罪中拯救 还有这个 从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拯救 这个在逾越节呢 有四项这个要点 第一个是在 出埃及记的十二章 就是神拯救了他自己的子民 免于埃及的逼迫 将他们带领到应许之地 这是第一次 这是第一次出埃及 就是神他用他的能力 来拯救埃及 对以色列人的逼迫 进入应许之地 这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个出埃及呢 就是耶稣他自己离开这个世界 进入他父的荣耀当中 所以约翰福音 十三章第一节呢 他的重点 这个不是一个碰巧 而是他特别指出 是在逾越节的时候 逾越节说 耶稣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第三 就是我们的重生的经验 也是一个出埃及 我们走出了 这个罪的邪制 并且呢 我们带我们走出了 这个黑暗的国度 就在像 加拉太书一章四节所说的 所以你得救之后 并不只是说 你得了 你接近了 还不够 而是 我们呢 从罪的挟制中 被拯救 并且呢 走出了这个黑暗的国度 进去了 这个应许之地 也就是 未来的世代 第四个出埃及 这个就是 末世的一个出埃及 现在的以色列 再一次的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被末世的法老 也就是敌基督 所压迫 神 从 敌基督的 国度当中 拯救他们 这个时候呢 就是 耶稣基督 再来的时候 还有圣徒 被提的时候 所以这四项 都是 逾越节 所包括的 我们在圣灵里面 应该要明白这些 当我们想到 逾越节 在 这个 尤其是在 约翰福音当中 还有在 启示录里面 我们看到了 有这个 我们的救恩 的一个 还有呢 救恩的方面 还有这个 末世的方面 还有呢 就是 牧养方面 都与 逾越节 有关 我们看 现在看 第二页 之前 我提到 我们 已经 刚结束了 一个40天 寻求 神的 进食祷告 那么 在那个 期间呢 神让我们 特别讲到了 一个老底家 教会的灵 这个 我们要检视 我们自己的生命 因为 有关于 老底家的 这个 经文 你在读的时候 你以为是 别人 你不会想到 你自己 但是 那 40 那个40天当中 让我们知道 这个其实是 有关于 我们个人的 每个人都知道 说 这个事 在说我 就是 讲我自己 在这里 有很多面 还有很多的 组成 是与 老底家 教会 有关的 造成了一个 不冷不热的灵 那 其中的 经文 非常非常 清楚的 就是讲到说 自义 还有 这个 自我依靠 神 开始 来讲 在我们生命中 讲到这个 这个问题 那我们必须要 转向他 转向他的时候 包括一些事情 圣灵说 要向他 买活链的金子 并且呢 与他同习 这是 启示录第三章 二十节 我们必须要 与主 来团契 你 记得吗 这个 Mike 有一个张眼的 意象 有关于神 打开了一个门 当 这个 Mike 他看到这个 意象的时候 我印象很深的 就是说 13章到 约翰13章到17章 是 我们 能 能够在这里 找到 神 他的 恩典 怎么样 能够摆脱 老底家的灵 真正的 建立 第一诫命 B点 我们要悔改 然后向神 买活链的金子 这个是神恩高的 一个过程 必须呢 需要一个与神 更深的一个恩典 更深的一个团契 就在 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 买活链的金子 不能够去赚取的 但是我们要非常 呃 献上自己 我们必须要 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 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赚取它 但是呢 我们可以很 我们可以非常重重的来投资在这个上面 并且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位置 是可以接受神的一个恩典 我提到老底家教会 是因为这个教会呢 是非常有自信 非常能够依靠自己 还有很自意的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的问题呢 不是说他们没有做工 因为耶稣说 我知道你们所做的工 但是你们所做的工呢 是不冷不热的 如果我要说这个老底家教会的问题的话 就是说他们在教会里面 他们要寻求神的国度 但是呢 他们没有与神深深的这个团契 他们 他们要做神的工 他们要 呃 推展神国 但是他们是靠他们自己的力量 他们做这些事情呢 却没有与神亲密关系 没有与神亲密的团契 也没有要求神来帮助他们 当麦克在分享他这个开门的见证的时候 他的这个背景是 他求神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心向他打开 因为你记得在启示录第三章的时候 神说我在叩门 如果你打开门的话 我就会进去 他与我 我与他一同作息 呃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时候 他的祷告就是说 神你要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打开 我就是在今天早上就是要讲这个事情 我们要来依靠十字架的工 神的耶稣基督的保险 才能够做他要求我们所做的事情 当我们打开我们的门的时候 但问题是 我们想要打开门 我们确实不能打开我们自己的 我们必须要要求神来帮助我们 打开我们的心门 让他进来 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经文 我们看生命纪 二十九章 神明记二十九章 这很多人 他不会去翻看的那一部分的圣经 神明记二十九章 第四节 我们从第二节开始好了 他说摩西招了以色列众人来 对他们说 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 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是你们都看见了 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事宴和神迹 并那些大骑士 他所说的就是月节的事情 我们来看第四节 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 也能看见耳能听见 你看到这一节没有 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心 让我给我们这个心 我们才能够明白能看见 换句话说 你要不能以老底家的灵来回应这个老底家的这个事情 你要怎么样来回应他呢 你必须要说神啊 帮我们帮我们 求你帮我们 主求你帮我 打开我的心 我想打开我的心 但是我甚至没有办法做到 我需要你来帮忙 你要给我恩典 我才能够打开我自己的心门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羔羊 是专注在这个耶稣基督所做的功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要进入与三位一体的团契的时候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我们来看C点 这个逾越节的核心是要来牺牲一只羔羊 还有如何来用这个羔羊的血 在马可福音14章12节 说除孝节的第一天 这个就是逾越节 就是逾越节这个羔羊的第一天 就是那一天要宰杀这个羔羊 这个是核心 这个牺牲一个羊 并且呢 怎么样来使用这个羔羊的血 在约翰福音13到17章 神一直在强调 在13章1节的时候 说现在是逾越节了 但是在马太福音的26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更多 在那一天 在这个撒旦进入犹大的心当中 还有在这个耶稣 在为门徒洗脚之前所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看到耶稣他给了一个预言 并且他来教导 他的预言呢 就是他先说出来 谁会来这个出卖他 然后呢 他又来教导 有关于他的保险 耶稣拿起饼来说 你们要拿着吃 因为这是我的身体 这是为你来打碎的 然后他又拿起杯来 告诉说你们都要喝这个杯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 是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的 所以一开始 我们要看到约翰福音13章17章的 一开始 我们说是的 主我们要进入 那个荣耀的这个经验 这个三位一体神之间的爱 和他们的对话 这个是经过十字架的功 我们才能够白白得到的 求你给我们看到见解 看到说你的保险是多么的珍贵 我们才能够进入你的恩典当中 是按照你的恩典 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所做的功 和我们的热心 对这个进入这个三位一体 团契的重要点就是耶稣基督的保险 在任何事情之间 任何事情 耶稣要讲任何事情 有关于这个团契 还有他这个合一 三位一体当中的 渴望我们的进入等等 在这所有事情之间 我们必须要来讲耶稣的保险 还有他在十字架所做的功 我们看第一点 耶稣基督的牺牲 是在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当中的 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牺牲 神的爱的定义就是一个牺牲 在整个新约当中都是这样 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 就是为你的朋友来牺牲 罗马书五章八节 就是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死 还有约翰福音一章 他说这就是爱 不是我们爱他 而是他先爱我们 他为我们的罪而死 还有启示录五章九节 有讲了说他洁净了我们 让他的血来买熟了我们 所以他一再一再地讲到 在新约里面讲到神 耶稣基督的保险 这是重要的 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个 他爱的是一个牺牲的 这个概念的时候 我们就会进入了这个保险 是我们来看这个保险的时候 是一种情感方面的 是一种多愁善感上面的 因为在这个文化里面 讲到爱就是感情方面的 讲到家庭也是感情方面 但是在十字架 讲到爱的时候是十字架 他讲到群体是十字架 他讲到家庭也是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是我们一个基础 我们要了解他的爱的话 就一定是基础 就是十字架 所以我们不要进入神的这个 十三到十七 十七章的这个邀请的时候 是一个 这个多愁善感 这个情感上的 而是要根据十字架来进去的 因为在这个十字架上面 我们可以深刻的 来这个经历了这个爱 还有但是这个所有的 我们在爱里面的享受 我们的喜悦等等 都是要建立在十字架上面 神的爱的定义就是十字架 还有我们如何彼此相爱 也是以十字架作为定义 几年前我有做了一个梦 我想可能是两千一二年吧 就是惠尼亚斯顿一个女歌手 她这个过世的那一年 在这个梦呢 就是有关于她所唱的一首歌 在这个 那时候我在祷告殿 在一个边间里面 在这个边间里面呢 有一个图画 这个图画呢 其实是挂在祷告殿的 但是在我的梦里面这个图画呢 是挂在这个我所在的边间里面 还有呢 在她之前呢 就是有一个圣餐 那么 今天呢 刚好是我们是领圣餐的 这个星期日 我没有故意来准备 这一篇讲道的 但是我想这个是 一个神圣的巧合 那么我回到梦里面 我在这个边间里面的时候 我在吃领这个圣餐 但是突然间 我听到一个音乐 我听到一个声音 好像这个房间里面 这个空气啊 全部被吸走了 就神的这个同在 就在那个地方 我听到 这一声好像是空气都被吸走了 然后我一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我就听到的这个敬拜团 敬拜团在唱 他们就开始 还有他们的 开始在击鼓 然后这是 Winnie Houston 那个歌手的歌 就说 我怎么知道 他爱我 我怎么知道 他爱我是歌词 就不停不停地唱这一句 这一题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 都在敬拜 我们的手都伸向天堂 我们就完全在 沉浸在敬拜当中 结果我醒来以后 我马上听到了神对我的话 他说你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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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的 真诚的在寻找 但是你在错的地方 在寻找这个爱 结果我 马上就了解了 这个问题说 我怎么知道 他是爱我的 就是 在2000年前 已经得到答案了 真的 这个答案 就在2000年之前 就发生了 你知道 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能够感动我们 能够医治我们 而且 他供给我们 这么多的这个事情当中 你说 我们都说神啊 感谢你 感谢你 但是 那些都不是 他爱的证明 他爱的证明 是 神 他已经显示给我们看了 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基督为我们而死 就是因为他爱我们 他用他自己的宝血 洗进我们的嘴 没有比这个爱更大的 就是为你的朋友来牺牲 神这么爱世人 所以他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领域 这个宝血的领域 它是逾越节的羔羊 神要把我们带来 带进入这个领域当中 我们要有一个 我们了解 但是也是一个新的了解 我们先来看一点 就是 逾越节的羔羊 将我们 带入所有新约的好处 我们 只把这个好处 限制在救恩当中了 你们有多少人感谢 你得到了救恩 你们非常 因为救恩 我们都 我们实在是 好的不得了 我们不是说要来 这个救恩 压低他的价值 但是呢 我要说 这个救恩不是 十字架的全部 换句话说 他 不是说 拯救了我们之后 我们就可以 一直在讲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一直 在滚在这个问题当中的话 那没错 你确实要神 来求救 但是呢 我们 我们为什么会 卡在这里呢 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 十字架 所带给我们的 还有多少 最主要 就是与 三位一体 神的亲密关系 我们要进入 父与子之间的 对话 我们能够 进入他的对话 第二点 我们能够 与参与在他们当中 这个才是神的 这个计划 这就是与神的亲密关系 然后 还有第四项 这个保血的意义 就是 就是这个 有关于末世的 我要 这里要提到两点 在这个末世的时候 保血的专重点 在 以弗 以弗所说 讲到 就是说 他说 这个因为保血 把世上的跟天上的 都集合在一起 就是 整个世界 都 以弗所书 一章 九节跟十节 还有哥罗西书 一章二十节 保罗又 又说 他说 天跟地 透过耶稣基督的血 而和好 十字架的 保血 使这一切 都成为可能 让这个世上 可以充满 认识神的荣耀 如水充满 洋海一般 这里 与他的爱 包括了很多 我们讲到亲密关系 我们说到救赎 我们也讲到医治 对这个保血 有很多很多事可以说 但是圣灵 现在让我们 知道的是 超过这一切 超过了 只是救恩 跟罪的饶恕 虽然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 但是他让我们 带进入更深的一个知识 叫到底 耶稣基督的保血 为我们买了什么 在启示录十二章 十一节 这是第二个末世 的重点 在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从 第九节开始 约翰说 他看到一个大龙 就是那股蛇 名叫魔鬼 又叫撒旦 那他被摔在地上 他的使者 也一同被摔下去 他是一个胜利的陈述 敌人在十字架上 已经被打败了 但是他还在操作 他是有限制的 一个操作 他被十字架所限制 但是在这个 救赎历史上面 会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教会 在这个权柄上 会增长 并且会成为成熟 但是因为 这个黑暗的世界 失去了 他的最大的能力 约翰说 当这个时候 发生的时候 就是神的能力 会释放在 这个教会里面 然后他说 我听见在天上 有大声音说 说现在我神的 救恩能力 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来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 那在神面前 就业控告 我们弟兄的 已经被摔下去了 这是怎么能够发生呢 因为第十一节的关系 这个有关于圣徒的 因为这个圣徒呢 是胜过了 因为这有七年的一个大灾难 我相信呢 这个得胜呢 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前三年半 就是巴比伦帝国 还有这个整个世界的一个妥协 但是先知性的这个教会 坚强的战力 能够洁净 能这个世界 这是前三年半 这个洁净呢 使得这个 得到了很大的权柄 能够使这个恶子呢 被摔到这个世上 在第二个阶段呢 他已经来到了这个世上 那么末世有一个末世的 世上有一个末世的法老 就是狄基督 这个狄基督呢 与圣徒征战 之后呢 耶稣基督会来 他会拯救他自己的子民 然后迎接这个千禧年国度 但是这怎么做到呢 他们是靠着羔羊的保险 我们的知识要 还有我们的了解 还有我们的经验 有关于羔羊保险的经验知识 我们必须要在上面成长 因为他所做的 十字架上所做的功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还有是他见证的道 见证的道就是福音 就是十字架的讯息 是基督被定十字架的讯息 他为我们流血 有关于救恩 有关于饶恕 有关于亲密关系 还有完全释放 神他的计划 从现在到永恒 所以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 我们可以说他是因为羔羊保险的信息 来得胜的 并且呢 他们得胜是因为他们模仿羔羊的羔羊的作为 他们虽至于此也不爱惜性命 这个十字架的讯息 十字架的生命 让这个末世的教会能够胜过 敌基督 胜过撒旦 我们看讲义第三页 我忘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与神的这个对话呢 我们需要这个神的保险让我们的心里面是充满的信心的 我们要相信他爱我们 我个人认为没有任何事情呢 每次呢都能够这样子让我的信心 让我的心充满了信心 就是他的为我们所流的血 我们说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为你的保险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看到更多 如果我们在祷告时候 说这个短句的话 我相信圣灵会 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我们能够获得有的是什么 第三页 这个保险让我们有信心能够进入 在约翰福音13章的36到38节 这是约翰 这是这个耶稣跟彼得的这个对话 那么现在呢 耶稣快要离去了 所以彼得说 主啊你要去哪里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但是后来你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 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基教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这里发生什么事情 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 我们看A点 因为彼得跟那个门徒 他们的希望 是希望这个 他们自己的国度能够得救 就是他们自己的国家 他们能够得救 那么他们 他们有他们的了解呢 是一个战时性的 他们 他们 他们看到耶稣呢 只是战时性的 他们看到他是一个属灵的领袖 他们看到耶稣 他们所带来的是一个社会上的 还有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拯救 但是在这个一新前之前呢 耶稣已经告诉他们说 他会死在这个长老的手上 但是重要的是 他的死亡 不是为了这个政治上面的 不是为政治而成为殉道 而是他要成为一个神的羔羊 那当彼得说 我你去哪里 我跟你一起去死 他那时候的想法是 认为耶稣基督的目的是什么 是在这个自然世界上面的事情 他以为他的目的呢 是政治上的 那主告诉他说 彼得 我现在面对的 第一点 我要完成的事情 第二个 是有一个能力的 还有一个计划 并且呢 是带来这个未来的事情 你呢 这个小小的这个牺牲呢 在神的目的当中呢 一点都不重要 所以这不是 关于 就是说 你要去死 你要死 我与你去死 他说 我很欣赏你这样做 但是你不能跟我去死 因为你的热心呢 是没有办法完成 天父要我去做的事情的 所以我想象他跟彼得说 他说 彼得 你 你 你会成为殉道者 你 比如说像 甘地 他 他牺牲自己 面对大英帝国 或者是 在美国的 这个国父 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们要得到这个自由 他说 彼得 这个自然界的上面 他们为什么死 是 是为了这些自然世界的事情 但是 这个死呢 并不是让你 过一些好的日子而已 这个是 有更大的事情 这些得到救恩的人 能够进入 与 神的 团契 与神的 同工 并且进入神 对这个创造界的计划当中 所以彼得 他靠着他自己的信心 他自己的热心 他要去牺牲 但是 耶稣跟他讲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他说 后来你却要跟我去 意思说 我现在要来完成的 是不能够靠你的牺牲来完成的 是我的牺牲才能够完成 但是 你 会 会 为我而死 但是 是 建造在 我的牺牲之上 他说 你会 与我一同受苦 但是 是建立在 我的牺牲之上 彼得他最大的牺牲 也不够 没有办法完成 神的旨意的 也没有办法进入 三位一体的团契当中 在 西伯来书 十章五节讲的时候 他 让我们看到这个 三位一体神的 对话 他说 子对父说 他说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喜悦的 父神 但是 你能够想象吗 但是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 你能够想象吗 在 创世纪一章之前 父子之间的圣父跟圣子之间的对话 他说 这个祭物和礼物不是你 你所喜悦的 但是 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身体 我会成为一个人 我会为人的罪付上代价 这样他们才能够进入我们的团契当中 C点 老底家的这个灵 他想要进入这个 靠着他自己的自信 还有靠着自己要进入这个国度当中 还有他自己的一个表现 这个表现 还有一个作为呢 就是我们自己要的牺牲 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去牺牲 而是我们这个自信 是来自 我们这个自信呢 是没有办法来进入的 进入到神的里面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非常 我们可以来投资 将我们自己 放在能够接受神 恩典的地方 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 这个法利赛人 他说 在神的面前 他说 哇 谢谢你 我每周都 这个禁食两日 并且呢 我还十一奉献 我比那个人好太多了 当然啊 你参加这些活动 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来到父的面前 你要与他 有互动的话 这个禁食 或者是你奉上的金钱 什么都不算 你们没有办法靠这样 靠这个事情 站在他的前面 因为牺牲 所以我们可以与神同工 这个生命 可以从神流到我们里面来 我们可以感受到 在服事的时候 在这个贡献金钱的时候 我们会得到他的恩典 得到他的喜悦 这是从神所流出来的 这个恩典 所以你说神啊 我要向你打开我的心 但是神说 你没有办法打开你自己的心 我必须来向我求恩典 我才能够 你才能够打开你自己的心 第一点 主邀请我们 来按照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与他作息 在我们的讲义上面 有一些经文 我鼓励你们 把它们查出来 这些经文呢 都说到 耶稣基督 在这个 与人们作息 与人们用餐 与他的信徒 与他的门徒 与税吏 与法利塞人 一同共息 所以说主 你呼喊我们 与你作息的时候 我要来学习 你在作息的时候 你说了些什么呢 所以 当这个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我们也看到了 他在作息的时候 说些什么 约翰福音十三章到十七章 也告诉我们 他说了什么 耶稣基督不仅是 坐下来吃饭 他还教导 有意思的是 主告诉老底下教会说 你有这么样的有自信 你这么样的愿意 来做神的功 但是你又不与我作息 这样子的自义 还这样的自信呢 是必须要对付的 所以你来查这些经文的时候 每一次 耶稣基督作息的时候 跟人们一起吃饭的时候 他的教导 他给他们的教导 都是因为这个法利赛人 说了些什么 或者是法利赛人 做了些什么 所以在 与他作息的时候 我们看到我们的自信 我们看到我们的自义 但是这些都要被对付的 我们 他邀请我们 进入他所做的功 进入他的恩典 他的能力 来过一个圣洁 还有一个舍己的生命 敬拜团 请到前面来 我们来看 希伯来书十章 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希伯来十章 十九到二十二 这一节经文有意思的是 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 他读这个信的这些读者们 他们已经放弃了 与神的这个关系 他们又回去了一个宗教当中 所以 这个作者在第十章的时候呢 要重新调整他们的思想 他也 要他们有一个回应 所以他在第十九节说 我们就因 耶稣的血得以 坦然进入至圣所 至圣所就是圣父 圣子和圣灵 他说你们要回来 要重新与他建立关系 但是要经过耶稣基督的血 才能做得到 要借着十字架的功 你要 你要有这个信任 要有信心 耶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说 我要你们来亲近 要以一个真心来亲近神 为什么这个心会成为真实的呢 因为是血的洁净 所以 经过血 经过血的洁净 我们 我们才能够向神说是 所以 你们这样做的时候 要充满了信心的 也就是说 你们 看到 因为自信 所 带出来的事情 是什么 是只有因 你的自信要完全来自 耶稣基督 为我们留的保险 这个圣经告诉说 他是先锋 在西伯来书六章 十六到二十节 十九到二十节 做先锋的耶稣 记照着麦基喜乐的等次 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就为我们进入脉内 所以我们才有灵魂的毛 又坚固 又牢靠 所以我们才能够进入 这个令人敬畏 又荣耀的神的同在当中 因为耶稣已经做了 我们的先锋 我现在要来为一些人祷告 如果你认为说 这个十字架这个主题 是神一直在你生命中 所提醒的 你说主啊 我认识十字架的讯息 还不够 主你打开我的心 让我明白更多 这是第一群人 第二群人 如果你们有些人想说 多年来 我有一些失败 也许五年前 也许十年前 去年 我求神来饶恕我 但是我里面 还是不相信 我要与神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关系 我知道我可以得到 但是呢 因为我的失败 我觉得我现在得不到 但是我要 但是我要跟你说 希伯来书 第十章 我们进入 来到神的面前 要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 因为耶稣基督的血 你还是可以得到的 如果是你的话 你来到前面 我要为你祷告 主来打破 这个 控告 还有羞耻的能力 还有你们身上有疾病的 你要来到前面 祷告得医治 有的人就感觉到 一些沮丧 耶稣基督的宝血 可以赶走黑暗 服侍团体来了前面 为我们祷告 各位我们今天的中文翻译 就到此结束 神祝福每一位 祝福每一位 release revelation concerning the cross thank you for your blood show us more father thank you for the blood show us more release the fullness of assurance right now Lord through your blood release the fullness of assurance but let's show us more so in your blood I'm thanking God for his blood cause I get to enter it by new and living way I'm thanking God for his blood cause I get to enter it my new and living way I'm thanking God for his blood I'm thanking God for his blood I get to enter it my new and living way I'm thanking God for his blood I get to enter it my new and living way I'm thanking God for his bloo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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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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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